這晚間實際演託高雄 警方在鳥松區中正路 發現有車子沒有開大燈 要上前盤查 而這個駕駛 他沒有停下來 反而是加速逃逸 那麼過程當中 還撞到了一名張系的騎士 最後是一路狂飆奪警察 最後是撞上了倉庫的大門 才停下來 但你看一下狀況 阿樂啊 阿樂啊 警方持續追查 原來這名男子他是同氣犯 涉嫌在2021年 當時候是勒贖了嘉義的科興富商 而警方當時候 也一路追捕了祖賢 來到了高雄美術館 當時雙方還駁火互開二十幾槍 那麼祖賢當場是遭警方給擊斃 而共犯就是這名張系的男子 他是被判險了四年四個月 但之後卻是逃亡 而就在昨天晚上 是在高雄人舞區開車 沒有開大燈 被警方給鎖定 撞上了騎士之後 自己又撞上倉庫才停下來 那麼除了要被 依照通法規被開罰 以及兆逃之外 先前被判的四年七個月 也要一起入監服刑